中央社记者汪宜如台北23日电,如常一身黑衣裤,因天冷而披挂上红围巾,两年后将退休的云门五级创办人林怀宁,在行作关于岛屿彩排,记者会上现身,他说,在五还没有变成老三天之前,让年轻人慢慢接手,退休后想好好过日子。 云门五级昨天发出新闻稿宣布林怀宁将在2019年年底卸下艺术总监一职,交报云门二艺术总监郑宗龙,在艺文圈内投下震撼弹,超过50家的国内外媒体涌入了今天午后的关于岛屿彩排,记者会,阵仗难得一见,因为去年年底的车祸伤了右脚,林怀宁走起路人有颠簸,他知道媒体好奇的是什么, 尽管手眼在即,舞台上的彩排工作当前,他依旧耐着性子,一一回答了所有媒体的问题,林怀宁不止一次强调,云门不是他个人从事创作的平台,林怀宁在里头多编或少编了几支舞,一点都不重要,他在意的是,云门是台湾第一个全职舞团,明年45年了,仍然是台湾唯一的一个, 他说,云门的成绩,除了是整个团队努力,才走到今天,云门更是台湾社会很多能量贯注,累积出来的成果,因此,这个平台,这个团队,必须走下去,必须走得更好,对于自己离开后的云门未来,他有期待,期待将来有更年。 新的艺术家在云门工作,把新生代的想法,用新生代的语言,手法,跟大部分的今天的年轻观众来沟通,让这个对话继续进行。 距离退休的日子还有两年时间,提早对外宣告,林怀明说,主要是因为董事会通过了自己的退休提案,也是希望过渡期间的所有准备能做得到位,让2020年之后的云门运作顺利。 林怀明坦白自己的年纪是到了,这些年经常感觉精神不济,一大团舞者的姓名总是惨错,也经常认不得人。 他强调自己的工作非常忙,腿受伤后更忙了,得花很多时间照顾这个腿。 我想,在我还没有变成老三天之前,让年,亲人慢慢接手,会比较顺利,也自然。 要是等真老了,又说错话,做错决定,那是太不好的事情了。 林怀明说,舞团目前的演出形成已安排到2019年,在演出与演出的空档之间,就会开始盘整市场与团队的状况,以便于安排云门的下一步。 对于街棒的郑宗龙,林怀明直夸他有才气,他有一股街头的,旺盛的活力,那很野,是我没有的,我羡慕的。 他也喜欢郑宗龙,始终爱着所有观众的态度,他愿意带着舞团去社区,去学校礼堂,去接近那些地方观众,而且他会去思考设计所有桥段。 要知道,那是很多艺术家或创作者不愿意的。 至于个人的退休规划,他轻叹了一口气,笑说第一件事情是要花很长时间把几十年来家里乱七八糟的杂物弄清楚,然后在家里扫地,洗衣服。 我想就是过日子吧,一百零六万一千一百二十三。